推揉着Q软的面团 曼菲尔跟着馒头姐姐 靳宝仪一起做馒头 两天内要完成 一万颗纯手工馒头可不容易 除了政府机构人员全力投入 也有数十位志工热情参与 馒头的制作和包装 再次转现台湾社会的温暖友爱 我来了两天了 昨天高达三十几位来协助 整间满满的人还有小朋友 真的大家很有心的来协助这件事情 很开心这样的画面我喜欢 而且我觉得大家一起 然后携手那个爱感动 也非常感恩让我们有这样机会来分享 带领的孩子们一起做 从油面团到热腾腾的馒头出炉 不禁当领波和靳宝仪都是携手同心 他们自称馒头哥哥和馒头姐姐 环岛送爱心馒头已经卖入第十年 再次来到新竹 一般馒头所的金额全部捐出 也教导曼菲天使们动手做馒头 增进职能治疗机会 那真的你如果吃你就知道很幸福 因为那不是只有馒头哥哥和馒头姐姐 爱心而已 这样万非天使人的爱 这样一个活动非常的好 然后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抛砖引玉 小小的一个付出 能够会有一个大大的一个爱心的一个延展 不是有钱人也能做善事 靳宝仪说他本来是在卖粽子 转行学做馒头时 手被改面机碾压受伤 让他备受打击 思考人生意以后 转念开始环导送爱心 夫妻俩平时以货车为家 开着货车全台走透透 希望做馒头分享到更多弱势单位 让社会更有爱 新唐雅的电视林秋霞时志诚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